天文孩今日两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当局收到最少9宗水浸和6宗的淋树报告 母亲节的大清组 荃湾乌云密布又落大雨 母子共用一把傘 要挨得再亲密一点才不会淋湿 在古洞石湖维生村口 想不湿湿就有难度了 雨水不断涌入 严重水浸 村口被水浸了 想走的话就可能要像他那样了 警员亦都要涉水封锁现场 部分水深及失 这些车避免死火 要慢洗经过或者要兜路走 一度雷雨区 早上起由西向东移 维珠江后一带 以及本港带来暴雨 天文台在上午7点55分 和下午2点15分 先后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另外亦都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 在大部和上水比较大雨 录得100至150毫米雨量纪录 沙头角更加有超过200毫米 当局收到多宗水浸和嵌树报告 无线电视记者一会讯闻报告 那要留意 需要做呈时间